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。 昨天,开启了新系列第一期,收获了热烈反响,大伙纷纷表示,做得好。 别做了。 我当然要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,毕竟费力不讨好的事情,谁也不想干。 主要问题在我,系列的初衷,是把不杂的问题简单化,让大家,能比较直观的理解舰队搭配,但我在表述上,却把简单问题搞复杂了,以至于很多人认为,这个系列,有较高的阅读门槛, 有些望而生畏。我在去年做这个系列的文章时,也考虑过这种情况,在把所有拼图完成前,呈现的内容,可能并不友好,这也是为何当初,想在一篇文章里,解决问题。 有关这个系列,还得在反复真卓一下,方向试简化理解,提供更有好的阅读体验。 为了不耽误其他工作,这个系列,会跟另外几个系列并进,包括,还没完结的,这一贯系列,还没拍起的赛系前瞻系列,以及其他可能的单篇。 今天先做个小尝试。 昨天有朋友在留言区出了个点子,有正有负吗?要不要再来点负面徽章,比如,什么寒冰射手,头铁小子,虚假三地,只背半高。 感谢网友,煮饭专用醒,挺有意思的,今天,就挑一个聊聊。 寒冰射手,在颁发徽章之前,先得搞清楚,徽章的含义和点赋。 寒冰射手的名号,大伙都不陌生,除了爱惜,就是我茶弟弟,挂这个头衔最多。